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根據多份澳洲媒體的報導 澳洲總理莫里森因應港區國安法的實施 正在積極考慮要對香港人提供避風港簽證 若然是成事 澳洲將會是繼英國和美國之後 第三個國家提供相應措施去接收香港人 我們首先看看到底莫里森是怎樣說的 他提到說香港的事態發展是令人擔憂的 而澳洲的立場和其他志同道合的國家一致 包括英國、美國和加拿大 記者就問到他 對於香港的示威者遭受到鎮壓是否感到不安 以及澳洲會不會為香港的居民提供避風港 莫里森就回答 說這兩條問題的答案都是肯定的 他正在非常積極地考慮相關的建議 為著擔心自己未來的香港居民提供支持 而在幾個星期之前 他就已經作出一些建議 這些建議將會作出最後的修改 莫里森最後就提到 說當澳洲對這些安排作出最終決定的時候 就會正式地向外宣布 如果要問他是否準備加強對香港人提供支持 答案是肯定的 就是說澳洲將會是五眼聯盟國家當中 第三個會對香港人提供避風港措施 而且很明顯他在響應英國首相約翰遜 之前的號召 約翰遜就說 希望更多的國家會向香港人提供支援 在昨晚 英國已經宣布了BNO的五加一政策 而美國的國會也將會審議香港避風港法案 至於莫里森總理 他就說非常積極地考慮向香港人提供避風港 實情就算現在未提供也好 澳洲政府強調擔心遭受到政治迫害的香港居民 已經可以根據澳洲現有的人道主義計劃申請保護 不過澳洲也一直在探索 香港居民要居住在澳洲的替代途徑 即是所謂避風港的措施 到底最終這個措施落實的機會大不大呢 我傾向相信也是非常大的 為什麼呢 因為澳洲以前沒有試過提供這些措施 對上一次是什麼時候呢 就是1989年的六四事件之後 時任總理霍克 他在六四當日發表了一個電視演說 當時他提及到北京的學生 是出事的時候 他都哭了一口 大家可以在YouTube看 也是有這個片段可以找到 當時他一口答應了 說要對於中國的留學生 當時在澳洲也有很多人 就說要延長他們的簽證 後來有四萬多人 就是永久地在澳洲居留 實際這位霍克總理 他頂住了整個內閣的壓力 因為整個內閣沒有人支持他 要對於這些中國留學生 是讓他們永久在澳洲居留 因為當時澳洲的風氣就是 不喜歡有移民 不像現在這樣 後來才說 逐漸慢慢開放才多了移民去澳洲 故此我在網上看到 有些人就是 以小人之心就讀澳洲之福 又說澳洲是想要你香港的錢 或者想要你香港的人才 這些完全是不熟悉澳洲的歷史 也是對別人的污衊 我覺得不應該說這番話 不要看得自己這麼重 不要看得自己這麼厲害 澳洲這個人道主義是非常長久的 有個說話叫做禮室求諸野 有些國家經常標榜自己有幾千年的歷史 多麼偉大 文化多麼洪厚 但是就把自己的祖先為分 都是忘記了 雖然澳洲的歷史不算很長 但是人家就做到什麼叫做測忍之心 孟子教我們什麼呢 他說 所以為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 金人詐見 如指將落入於井 皆有擲滴測忍之心 為什麼呢 就是說你看到那個小蚊子 將會跌入井裡 你也是會有測忍之心 你也是會忐忌不安 你也是會有些蒼然的感覺 你也是會想救他 正如大家今早看到的消息 看到那個小蚊子已經上去飛機的時候 臨起飛那一刻 就是被人抓回來 你聽到之後 心也會有些不舒服 也會有些戚戚然的感覺 這一種就是測忍之心 其他國家做不做都沒有理他 都不管他 澳洲就是完全在國家層面都做得到 所以先不要論這個避風港的計劃 最後能不能夠做得成都好 只是這顆心 都已經是值得尊敬 以及感恩 實情澳洲不需要看你一眼 大腦都扯不起來 除了大家都說英語 或者大家都曾經做過英國殖民地以外 他用不著理你 但他仍然是對香港人施以援手 這一種就是測忍之心 人道主義 當然當英國和美國和澳洲相繼都做出這些措施的時候 亦都反映得到 他們預計香港的情況 當然會日益惡化 然後再看看 中國駐英國大使館 發表了一篇關於BNO的聲明 他們說 劉曉明大使會見了英國外交部常務次官馬克堂立 堅決駁回 英方就著香港國安法對中方的無端指責 並且就著英方的錯誤言行 展明了中方的嚴正立場 劉大使指出 英方近來就著香港國安法指手畫腳 說三道四 粗暴干涉中國內政 嚴重違反聯合國憲章 和中英聯合建交公布 所確定的相互尊重主權 和領土完整 互不干涉內政的重要原則 中方對此表示強烈不滿 和堅決反對 劉曉明強調 說中英聯合聲明的核心要義 是確定中國收回香港 當中沒有任何一個字 任何一個條款 賦予英國在香港回歸之後 對香港承擔任何責任 英國對回歸之後的香港 沒有主權 沒有治權 沒有監督權 敦促英方立即停止插手 香港事務 和干涉中國內政 當中的邏輯非常有趣 首先中英聯合聲明 在三年之前 中方曾經宣告過 已經成為了一份歷史文件 如果一份已經成為了歷史文件 為什麼現在又可以拿出來援引 到底這份中英聯合聲明 至今是否仍然有效 是否仍然生效 還是已經完成所有任務 可以丟在一邊 似乎中方的立場 一直都堅持 是已經完成了 所有事情 你現在還援引出來 做什麼 第二 英國媒體曾經踢爆過 在中英聯合聲明裡 有一份叫備忘錄的東西 這份備忘錄 雙方一直都沒有簽署過 即是說BNO護照的問題 裡面提及過 既然沒有簽署過 到底你當時是同意 還是不同意 你沒理由收了它之後 你是不批覆別人的 在今天 中國駐英大使館的發言人 又提及到這份備忘錄 他們說 關於BNO護照問題 英方曾經和中方互換備忘錄 就是講中英聯合聲明那份備忘錄 明確承諾了 是不會給予 持有BNO護照的香港中國公民 在英國的居留權 如果英方執意單方面改變有關做法 不僅違背了自身的立場和承諾 亦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 我們對此堅決反對 並且保留採取相應措施的權利 中方敦促英方客觀公正地看待 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立法的問題 尊重中方立場和關切 不以任何方式干涉香港事務 他當中沒有提及到 究竟會採取什麼相應措施 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最極端的情況是怎樣呢 其實有其他的KOL都提出過 最極端的情況就是限制出境 一般國家做到最極端的時候 就是你出境的時候需要申請 不能夠自由出入境 這就是最極端的做法 否則你如何去採取相應措施呢 如果你說要抹收所有BNO 沒有用的 他記得低護照的編號 記得低自己的姓名 就已經可以查出來 所以唯一一招是可以使得香港人走不了 或者就算有BNO護照 都得物無所用 就是限制出境一途 我想不到其他辦法是可以反制到他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